全球第二款舰载电子战机,咆哮沙肩负15D换装新雷达 咆哮沙肩负15D再次曝光,和上次的地面模糊照不同,这次试试飞照 该机采用了双座布局,非肩负15的单座,是以貌似已经下马的肩负15S为蓝本研制而来,总算没浪费这个平台 据悉肩负15D采用了肩负16D成熟技术,以加快研制步伐 当然这两种机型都是沈飞的,不存在什么借鉴,山寨之类的 好笑杀肩负15D建载电子战机 另外,和肩负15以及肩负15S的原型机底,肩负15D的雷达照比肩负15S要短一些 还取消了空速管,采用了嵌入式大气感测器 基本可确定,肩负15D已换装了有原像控阵雷达,电子战机对雷达性能要求高 只有更先进的有原像控阵雷达,才能满足需求 而肩负15配备了无原像控阵,升级的话只能是有原像控阵了 当然和肩负15,肩负15S一样,肩负15D依然有两片压抑,不管喜欢与否,它只是发动机不给力的折中选择 对于滑跃起飞行舰载机,压抑能提升升力,缩短滑炮距离,这已经足够了 令人奇怪的是,发动机竟然从肩负15S的太航重新换回了俄制AL31F,难道太航还不行? 应该是为了稳妥,毕竟舰载机对发动机的要求更高,肩负15S只用于陆地起降训练,并不上航母 另外该机的15D机体要比15S略长一些,应该是为了容纳更多的电子设备进行了拉长 貌似以下码的肩负15S 肩负15D两边一肩挂架上的两个新型电子站吊舱,是其最大的外观特征之一 最大用途是被动截取敌方雷达或无线电信号,并精确定位发射源,然后实施压制,干扰或反辐射导弹刺后 远看机外形和肩负16D的电子作战吊舱类似,但近看还是有所不同 更早一些的肩负16D,即电站吊舱上有比较显眼的四根天线,在肩15D上已经不见 而是采用了微凸减组长边条设计,减少了雷达反射点和飞行中的阻力,细节上做得更好了 15D和16D的这种新型电子站吊舱都具备前后双向探测,压制和干扰能力 两边各一个,360度无死角,可能还实现了精确波数控制和针对某一频段干扰定向干扰能力 并可连续解算与跟踪敌方雷达调频波段进行不间断压制 歼20的探测系统就具有这样的功能,不可能放着不用 歼-16D和歼-15D的吊舱进去对比 当前全球范围内,用在航母上的现役专用舰载电子战机,只有美军的咆哮者EA-18G这一款,如果未来肩负-15D上了航母,那么就将成为全球第二款专用的电子战舰载机 有人说国军是美军最大粉,无疑再次得到印证,仅跟美军少走弯路,美军的装备多以实战经验加以改进,我们没这个条件,所以这没什么不好的 而肩负-15D也是既肩负-16D后,中国的第二款重型电子战飞机,未来两型战机必将大大提升我航母战斗群和空海军的整体作战实力 在信息化作战的今天,掌握电磁权就等于掌控了战场的主动权,EA-18G能在演习跨带干表F-22,电子战机的威力绝对强大,未来我空海航空兵无疑手或胆饼利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